行 那么安装的时候呢 这地方呢 还是先来看第一个 6.1 也就是我们使用的是VM Ware 然后呢 Workstation 来进行一个安装的一个步骤 那么这边的话 要想使用VM安装 想要你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呢 不要着急启动 不要立即就开启了 为什么不能开启呢 因为安装系统需要什么呀 需要镜像是吧 也就是系统盘嘛 那么系统盘 我们前面注意是没有指定的 为什么说没有指定 我们再回去翻一下这张图 再去换前面一张图 当是怎么说的呀 SOHO安装系统 所以当时没有指定系统盘啊 因此我们这边在安装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先要去指定一下你的系统镜像 由于呢 之前没有指定 ISO镜像文件 因此我们此处需要 需要呢 先去指定我们的系统文件 系统镜像文件 也就是那个ISO 怎么去指定呢 先打开这个界面 然后这地方呢 有个叫编辑虚拟机设置 那或者说你直接双击它也行 双击它 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啊 点击编辑 也是一样的 打开的界面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你双击它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给你定位到 这个位置 如果你点击编辑的话 不一样 它是先给你 放到上面去了 但是其实都一样的啊 这边呢 我们选择CD DVD 哎 然后呢 自动检测肯定不行 它哪知道我们把文件放哪了 肯定不行啊 所以选择使用ISO镜像文件 然后点击浏览 浏览之后呢 然后找到你的那个ISO文件 放哪了啊 放哪了 这个自己找啊 哎 找到它 选中 选中这个文件 选中这个文件 点击打开 好了 这时候文件就选中了啊 哎 这个步骤是这个样子的 嗯 行 好 选择编辑虚拟机配置 或者双击它 然后呢 找到这一项 再找到这一块 啊 这个步骤 这边 这边 到这边 点击编辑虚拟机 虚拟机啊 或者双击 CD 杠 DVD 啊 然后呢 打开 设置界面 哎 选择 CD 杠 DVD 哎 然后呢 选择使用 ISO镜像文件 镜像文件 哎 找到 对应的文件 哎 之后呢 确定 啊 之后确定 嗯 确定就行了啊 行 然后这边提示说正在使用哎 什么什么文件 看到这个结果 那就对了 啊 看到这个结果就对了啊 啊 啊 记项文件不要选错了啊 你电脑上可能有其他记项文件 你不要选择一个office的记项文件 然后来充当抽策系统啊 那不行的啊 这地方一定要选对了 哎 选错了 你就重选一下 要不然待会你开不了机啊 嗯 好了 这篇好了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要做的是就是 因为系统盘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好 然后点击开启子虚拟机 点击开启子虚拟机啊 然后就会出现问题了 在这个开启过程中 有的同学电脑上可能会弹出一些提示框 可能会弹出一些提示框 那提示框呢 问你是否连接什么什么设备 当然我这边以前已经勾过了啊 所以不会弹出来了 如果弹出什么提示框 只要不弹出什么框呢 只要不弹出类似于这种红色的插号的 你一律点是或者点确定就行了 并且前面有个框你可以勾以后不再提示 如果有那就勾上就行了啊 只要不弹出这个错误 那就没问题了 出错误了待会儿啊 出错误待会儿就说 然后会出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当你鼠标点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鼠标没了 对不对 如果点进去之后 发现鼠标没了怎么办 你想出来怎么办呢 按一下Ctrl加ALT这个键 组合键一起按啊 不要一个个按啊 一起按Ctrl加ALT 哎 鼠标出来了啊 叫释放鼠标 叫释放鼠标 行 这地方我把它在笔记里面写一下啊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运行此 虚拟机 叫运行此虚拟机 如果自动选的话 没事啊 后面你可以不确定啊 哎 点击这块 这块呢 我们可以选择叫 开启此虚拟机 嗯 行 所以 哎 如果开启之后 鼠标点进 点进去 虚拟机 哎 出不来 则可以按一下组合快捷键 哎 组合快捷键叫 C T R L 也就是控制键 加两个呢 加ALP这个键 按一下这两个键 哎 我们这个鼠标呢 就能出来了啊 啊 这个这个时候是一样的 以后也是一样的 如果鼠标在里面出不来 按一下这个组合键 就出来了 对 看到这些提示的话 怎么做呢 你只需要 把它勾上 然后点确定 啊 因为你这个界面的话 它没有弹出什么错误 那个摊号 啊 就没关系了啊 哎 如果启动之后啊 出现类似提示的这个框啊 提示框 注意是提示框 不是错误框啊 不是错误框 那则勾选不再提示 哎 并且确定即可 哎 类似于这样的 哎 直接点 不再提示 并且点确定 以后就不会提示了 啊 行 那么这是启动界面 如果 在启动时候 出现 下速的这个错误 下速的这个错误 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图啊 出现这个错误 则说明我们的这个电脑啊 没有 开启CPU的虚拟化 那要开的话怎么开 这个呢 开比较麻烦啊 如果需要开启 则需要重启 计算机 重启计算机 啊 并且呢 在开启的时候 需要进入 进入主板的 哎 叫BIOS的设置 进入这个设置里面 然后开启 虚拟化 开启虚拟化 哎 然后呢 保存 设置 重启 啊 重启电脑 哎 那这时候可能有朋友就问了啊 那我电脑怎么进入这个主板的 不知道设置呢 那个不好说 不同的电脑 主板型号不一样 进入方法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有这个错的这个同学呢 待会儿 呃 可以 找我一下 哎 我来帮你去 展开看看 能不能进入这个设置 啊 啊 看到这个错的话 这地方有个提示叫 VCPU 如果有这个错 那说明你没有开虚拟化 那需要进行设置了啊 行 那安装步骤呢 咱先不着急往下走啊 我们今天呢 上午呢 就先到这个位置 先确保你点开之后 它不出警告框 不出错误框 你能看到这个界面 那就恭喜你 你后面可以继续装 但是先不要着急往后装啊 下午我们一起来装 自动选了 点这个叉号 鼠标出来之后点这个叉号 然后关机 关机啊 下四还出现这个界面 鼠标赶紧进去 然后用三下键切换一下 它就不会自动选了 啊 鼠标切换一下 就不会自动选了啊 好 这边呢 我们就先给它 关机啊 咱们就不会自动选了啊 好 好 感谢观看